大家午安 我是陳燕營 歡迎收看新聞大白話 接下來這一小時 國內外大小事 要用您聽懂的話 說給您聽 先介紹這一小時來賓 首先要介紹的是 退役少將麗正傑將軍 主持人好 各位觀眾大家好 接下來介紹的是 北京清華大學法學博士蔡振元 主持人好 大家好 以及國際政治專家賴宇淺老師 主持人好 觀眾朋友大家好 一開始要先帶你來看到的是 大家現在就要問了 挺台灣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但是這一位現在又站出來挺台灣 他是前美國國務卿龐佩奧 終於出現了 為什麼會講終於出現 所以之前我們的蔡總統 去到美國紐約的時候 不是說會見到他嗎 那個時候沒有看到他 現在他出現了 網路上出現了 他告訴大家 說面對中國挑釁最佳的方式 就是承認台灣是自由的主權國家 寸土不讓 但我們就要講了 現在話講得很直接 說你要承認台灣自由民主國家 可是問題是 當他還是國務卿的時候 他講的是什麼 是美方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是說他的立場不會改變 那現在是怎樣 卸任的才會講嗎 其實有的時候你去觀察 美國人他們在發言的時候 確實都是符合他們自身的利益 因為再要來看到這一位 美國共和黨的首席議員 Gram 就在講了 說他願意為台灣而戰 現在都是因為看到說 對岸又在台灣的周邊 軍演三天 所以美國人都把我們站出來了 說如果中國封鎖台灣 很難從中東獲得石油 感覺跟我們站得很近 跟我們靠在一起喔 但是也別忘了 他當年來到台灣 也就去年而已 那個時候是不是 有叫我們要買波音七八七 還記得嗎 那個時候我們從總統府的 這個文章裡頭 還沒看到這個內文 後來才發現 原來就是有這麼一件事 然後沒幾個月後 我們還真的 華航就買了波音七八七 現在就再說了 說那所以這一些 是不是其實都是有時間序 或者是都是因為符合你自身利益 才會這樣講呢 那也要問 如果真的美國挺我們的話 為什麼這一次布林肯 這一次拜登都沒有講話 好 其實現在軍演 雖然是已經落幕了 但是問題是周遭說 還有發現這個八艦 八艘軍艦還在我們的附近 而這一回很多人注意到的 就是山東艦 原因是因為山東艦 這一次說 這個殲-15的起降演練 已經證實有看到了 好 同時呢 這個起降達到120架次 這個破架次的這個紀錄呢 其實在擾台這邊也看到 有90幾架次 專家就講啦 他們的共軍機隊 人員是不是都已經處於巔峰 好 同時呢 也講到說在恆春的觀光景點 貓頭壁公園這邊也看到了 飛彈部隊的進駐 我們這邊也有所反制 但是講到了山東艦 現在呢就有非常多種講法 好 原因是因為啊 有一個說法是說 海軍他們現在制海飛彈車 已經推進了 在前置巴士海峽 因為我們要把這邊來座椅護衛 重點就是為什麼我們也要開始來 能夠對他有所防範 就是他的位置 來看這張地圖 山東艦 山東艦這個是台灣 山東艦這一次的位置呢 其實就在我們的東南方 這一次我們講啦 殲-15起降 這一起降呢 殲-15的作戰範圍 1500公里 換句話說 他其實呢 已經突破了 這邊是第一島鏈 他已經突破了 第一島鏈的位置 可以前進到第二島鏈 這個作戰範圍 其實就有在說 這是不是其實就是 要防止外面的人進來 同時防止裡面的人 要真的台海作戰 這邊不可能飛嘛 從東邊走 防止裡面的人會跑出去呢 而與此同時 也有人說 台海這一邊呢 好像對岸這邊在做軍演 但是美國人在南海這邊 有幫我們討回來 好 原因是因為 他們有講到 說現在呢 美飛要舉行30年來 最大規模的兼兵兼軍演 還首度呢 要實彈集成目標船隻 也就在這個時候 大家就在說 會不會是因為 布林肯將要去訪越南 大陸這邊呢 才會說 在越南 他要去越南這個地方 這個時刻 說要在北部灣 也就是它上面 一點點的地方 說要進行實彈射擊 好 畢竟這邊是越南 其實呢 這邊就是菲律賓 非常的近 而與此同時 也聽到了習近平 他考察廣東戰疆 說呢 要來視察 共軍的南海艦隊 在南邊 台灣的南邊 看起來 其實美中之間 持續有動作 但是對於台灣人來說 大家最想知道的就是 即便是這樣 真的在軍演的時候 美國人在哪裡 而美國人是不是真的 想幫台灣 請教委員 你怎麼看 蓬佩奧終於出現了 美國人真的非常想幫台灣 這一點我們不用去 疑美論 但是我們要相信 美國人幫助台灣 只剩下一張嘴 所以他那張嘴隨時可以改變 這一點我們要相信 舉個例子 蓬佩奧當他長得很胖的時候 他就主張一個中國 他身材瘦了以後 就主張台灣獨立 哪一天他會變胖我不知道 所以我們先確定一下 蓬佩奧他當天什麼職務 還有他身材胖瘦如何 就是我講的這個笑話 是美國雜誌上的笑話 我是借來引用而已 美國雜誌這樣寫嗎 對 他說他變胖的時候 就主張一個中國 變瘦了就主張台灣獨立 這個可能也是現實 我不曉得說身材 怎麼會跟政治立場有關 不過反應在蓬佩奧身上是真的 至於葛瑞姆 他願意為台灣而戰 我們當然要非常的感謝 這種國際有人越多也好 但不能只剩下一張嘴對不對 好 你為台灣而戰 不用講白了 你自己不用來沒有關係 可不可以賣我們F-35 你講好 可不可以給我們更多的 海馬斯飛彈對不對 可不可以給我們更先進的戰艦 潛水艇那個什麼 核子動力潛水艇 不要賣給澳大利亞 給我們一艘 還要讓我們自己破桶爛碟 到處去組裝 到處去敲敲打打 名字叫國見國照 結果前面還搞了一個掃雷霆 什麼慶豐案 你美國直接給我們不得了嗎 你不要一張嘴巴好不好 所以這種嘴巴只是在賣我們 華航什麼 波音那個沒有人要的民航機 所以我是覺得 一個人沒有行動 只殺一張嘴巴 我們給那個封號叫渣男 我們不需要渣男 我們需要真誠的友誼 布林肯跟拜登 最近在危台軍演裡面 都保持沉默 這個沉默說對也對 說不對也不對 說對就是不要在這個問題上 賴卡錫的問題上 在刺激中國大陸 因為剛剛出版的 美國有個雜誌叫 National Interest 那個大家說得很清楚 這是美國比較清 共和黨的一個政論雜誌 它裡面特別提到 就是說 如果讓中國大陸覺得 美國跟台灣對他有高度的敵意 在他中國大陸的領導階層 就會形成武力 處理台灣問題的一個決定 但如果讓他覺得沒有敵意 可以溫和的來相處 他的領導階層 就不會有統一的意見 也就沒有要使用武力的壓力 這一點我們是不是要類入考量 美國人都看得出來 這是剛剛出來的雜誌上 這麼寫 我們要知道 不管共軍在怎麼圍倒 繞倒 有個很大的前提 要不要打台灣 不是解放軍能夠做的決定 絕對不是解放軍 一定是什麼 一定是領導解放軍的人 然後這領導解放軍是誰 因為大陸上的體制就是 只准黨指揮槍 不准槍指揮黨 這個傳統是全世界很少見的 說文人 政治人物指揮軍隊 要不要打是軍 政治人物決定 不准軍隊插嘴 這是一個解放軍的一個很特殊的傳統 不像美國很多比較大牌將軍 像麥克阿瑟可以叫叫叫我要怎麼打 不准 竟然干政 不行 麥克阿瑟後來是很慘 那至少有這種聲音 但是在大陸上 只要中共政治局不做出這個武力 處理台灣問題的話就沒事 就像最近它不管怎麼繞怎麼繞 一開始的時候 有人問我會不會有問題 我就絕對沒有問題 為什麼 中共政治局很明顯的 文風不動 就派他們出去 繞境遊行 派他們出去大敗敗一番 反正在家裡閒著也沒事 讓我們大家 我們也可以趁機出去訓練一下 兩方面都這樣 但是不會發生衝突 不會有什麼飛彈飛越台灣 不會有什麼靠近領海演習 都不會有 事實上證實的確是如此 但最重要的是 下一次可不可以不要有這種情形 我們就是要把緊張給降低 然後雙方的決策人員 能夠有溝通的管道 不要以讀不回 不要打電話打不通 各方面知識就要做調整 如果我們在政治上不做調整 政治人物該做的事不做 把他推給軍人 那軍人就很辛苦 然後最後軍人發現沒辦法 因為什麼台灣跟大陸的軍事體量 差距是越來越大 那就推給老百姓 每一個人說要我們發一個AK-47的步槍 這回到什麼 這回到什麼 美國打南北內戰是不是 都很好笑 那就不負責任了 所以我認為這個地方 我們大家仔細思考一下 好 其實王八卿導播給我另一張圖 因為我們要好好來講一下 剛剛我們就講到了山東艦 來請立將軍 原因是因為這一次 大家講到山東艦 他的位置比較特別 台灣在這邊 他是在我們的東南方 同時大家發現了殲-15 120架次在這個機上的艦載機起降 表示他是不是已經有作戰實力 而為什麼他選這個位置 因為有一個說法是 要讓外面的進不去 裡面出不來 我特別要講 這一次中共演習雖然說只有三天 我們感覺到時間 比上次陪佛西來台 那個演練要 時間要短 而且也沒有實際上面的飛彈攻擊 但我仔細研究這三天 他演練的科目來講 其實他就是一個攻台作戰計畫 整個演練一變 我這樣講好了 第一天我們看山東艦 什麼時候被日本發現 他在這個地方出現 他演習時間是八九十三天 4月6號的時候 他已經到這邊來了 山東艦已經穿過 他從這個海南島 三亞基地已經到達到 東海地區來了 那我在這邊 我要特別先講說知己知彼 我們也要知道我們 如果說共軍有所動作的時候 我們國軍會做什麼事 第一個 我們第一個階段 一定是戰力保存 我想大家都聽過 陸軍來講就進入掩蔽所 這個戰車就尾裝成垃圾車 對不對 然後這個直升機 又停在小學裡面 然後陸軍就進入第一線 挖喉溝 挖戰備 那空軍到哪裡 空軍到我們東海岸 因為我們本來仗著有 中央山脈的屏障 到花蓮的嘉山基地 或者是台東的制航基地 在那個利用中央山脈 然後在那邊飛機全部保存在那邊 那海軍到哪裡 海軍就是蘇搏出去 海軍他們有一個軍事上面的 一個戰略名詞叫做 存在海軍 存在艦隊 也就是說只要我的艦隊 不被你殲滅的話 我這艦隊永遠對你來講的話 就是一個威脅 所以我們海軍會到哪裡 當然我們在這邊是 這個是國軍比較重要的東西 我不能講太明顯 但是你看 有可能到日本去 對不對 利用這地方 因為海軍出去一定要有補給 補給點 一定要有港口 所以可以利用沖繩這些 跟日本友好來做 來做我們海上艦隊的補給 或甚至於到關島 第二島鏈的關島 或者是甚至於到南部的菲律賓 所以美國為什麼會在那邊 租借了五個基地 現在是九個 這邊就是我們台灣 如果有事的話 海軍你在港口裡面等死 你一定要趕快蘇捕出去 那我們現在再回過頭來 我們看山東界 現在到這個地方以後 那我們海軍還有沒有地方蘇捕 就沒有地方蘇捕 他殲15 他的作戰半徑是1500公里 你蘇捕到哪裡去 這就很危險 等於說我們海軍就跑不掉了 你知道嗎 你不是說 打勝了以後 不要讓他跑最 而是一開始你就出不去了 他分我這邊 你海軍就沒辦法蘇捕了 第二個對空軍來講的話 這兩個基地一封鎖起來的話 他以前我們可以知道 他從這邊不容易越過 飛彈不容易越過中央山脈 但是他山中艦在這邊的話 他殲15 他是重型轟炸機 重型戰兜機 可以對我們加山基地 做這些攻擊 這是第一天 那第一天還有一個特別重要的東西 大家注意到 他06的海巡船 就是封鎖台灣的 也就是說你所有船隻 要在台灣港口運捕的話 他可以登船檢查 你所有不管是郵輪貨櫃輪 都不可以進入台灣了 那時候他就登船檢查 第二天他就用他的陸基的火箭彈 然後做火力分配 對不對 第一線我用火箭彈打 重要機敏的目標我用飛彈打 大概把台灣重要的 直管通勤設施全部打掉 第三天你看到他昨天 昨天他是多少 91架次其中54架次到越過穿越中線 他在幹嘛 他演練就是演練就是說 你還沒打掉我把你打掉 那請教一下 這次大家都說他突破了第一島鏈 您剛講 其實台灣的船艦有可能是 往北或者是往南 這邊都有美軍基地 但現在大家也在講了 說你看這邊其實有福建艦 他們還有一個山東艦 現在應該也是有實戰能力了 然後再加上遼寧艦 是不是他們自己也把他們的規劃 北中南全部守起來 這是一定守起來的 所以為什麼美軍成立 濱海戰鬥團 他就到第一島鏈來 他的航空母艦不再進來了 東風21可以打到關島 關島距離台灣 從這邊台灣距離關島是2500公里 但他東風26號稱東風快力 他可以打4000公里 那如果說再加上他的英級18 那很可怕那種武器 音速10倍 他根本就攔不住 航空母艦他大概就不會進來 他大概就是說佔領這些島 用想要移島至海的這種戰略的方式 來協助我們台灣本島防衛作戰 但是問題是說你可不可以有機會存活 你知道美軍的濱海戰鬥團 現在已經落寞到什麼程度 他訓練他們在島上怎麼樣抓兔子 抓蛇來吃 因為他可能就沒有補給品了 所以現在美軍 在到那無人島上面去以後 他是訓練 他們作戰項目有這輛 訓練做在訓練就教他們怎麼樣去補 野生的兔子來當作食物 所以我想說如果說未來這福建 山東這遼寧艦陸續成軍以後 當然如果說是再推到珍珠港那邊去的話 他可能還不是美軍的對手 但是濱海地區他以陸制海的話 他不管是東風火箭或者是 這英級18這種飛彈的話 其實對美軍來講都是一種很嚴重的威脅 最後我再講一個 大家都以為當作開玩笑看 覺得他最後一天他的這個軍艦 到我們濱海24海里 大家認為24海里是什麼呢 一般大家會覺得24海里就是我們林街的 這個海域嘛 林海區 其實不是 像我們軍方來講 那個地方叫做周波換塵區 也就是說他軍艦開到那個地方 他在演練什麼 他在演練怎麼樣從兩棲作戰艦 換塵到登陸的周波 然後對我們實施搶灘作戰 然後搶灘作戰的火力他在哪裡演練 在平灘島 在這個地方演練火力射擊 所以我覺得這三天下來 可以很明顯看出來 他整個就是一個 圍倒攻擊的軍事演練 當然我們不希望這種事情發生 但是我們來講的話 我不曉得蔡英文在開那個會的時候 有沒有那些人有沒有跟他講到那麼詳細 是 謝謝將軍 其實我們剛剛就講了 你看現在福建艦當然他們還在持續的 在努力當中 但這一次山東艦我們講了120架次的起降 其實感覺他們是已經在做準備 剛剛將軍全盤的幫我們告訴他們的 戰略思考可能是怎樣 請教賴老師 好 我們回到上一章 原因是因為大家現在也在講 南海這一邊 是不是其實美國看起來他們也是持續有動作的 因為布林肯要去越南 所以他們在美飛這一邊的肩並肩 其實就被發現是30年來最大規模的軍演 也是有嗆下異味 但習近平馬上就來了 習近平已經到了廣東的湛江 雖然去考察水產的發展的一個狀況 但是他有到解放軍這邊去視察 因為這是解放軍的海軍司令部又有去視察 其實這個是對於南海的一個 南部戰區的一個下的一些命令 也就是說如果對於美國它的軍艦 因為美國的軍艦多次的去進入中國的領海 我們中國大陸的領海裡面 例如說前段時間到了西沙群島 那就被三艘戰艦就進來了以後 中國大陸派的九艘戰艦把他驅逐出去 嚴格上來講應該是有點用包夾的一個方式 把他拉出去 後來前幾天又進入了美濟礁 也進入了十二海裡 中國大陸也把他驅逐 我覺得習近平到南部戰區去視察 也有意思就是告訴南部戰區 在領海這個部分 按照國際海洋法公約 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因為美國是不承認國際海洋法公約 但是中國是接受 而且成為國際海洋法公約的簽署國 所以按照海洋法公約的條約下 那麼該怎麼處理就怎麼處理 我覺得這個態度要堅定 意志要堅定 而且手段要明確 我想在這個部分裡面 可以感受得到在南海這個地方 中美的衝突又可能會一觸即發 這有可能 因為美國目前來講 它的動作是越來越挑釁 例如說直接進入十二海里 這個就是很明顯的挑釁性的行為 他拉的菲律賓搞了四個 搞了四個軍事基地 總共九個 已經在菲律賓的國內 已經引起了很大的反彈了 例如說前總統杜特蒂 已經開始直接反對了 說不可以這樣做 你也知道他的女兒是副總統 所以我相信他的南部的勢力 一定會給小馬克斯施加壓力了 他的姐姐也反對了 他的姐姐也直接在參議院聽證的時候 直接就問國防部長 我說你為什麼要這樣做 敵人到底是誰 小馬克斯被迫 他今天就回應了說 這個不會讓美國使用 他的軍事基地攻擊第三方 意思就是指的是中國大陸 可是中國大陸也已經表明態度 就是說你沒有人會侵犯你菲律賓的主權 那你何必讓外軍進來 然後把我們的地區搞得更複雜 布林肯到了越南去的時候 當然就是要挑撥 因為他打一通電話給阮富重 看起來效果並不十分理想 現在布林肯下去的話 要不就是帶的禮物要夠大 因為他的禮物如果不夠多 基本上來講 我們上次看到 他們上次不是把越南等這些領導人 拉到華府去嗎 那不是越南人就是說 你把我們當乞丐 那現在看的是布林肯 帶的禮物大不大 可是問題就在於 美國很有可能帶一個很大的禮物 但是不會兌現 用這個來挑撥 越南跟中國大陸關係不能排除 那很明顯布林肯到越南 當然就是要挑撥 越南跟中國的關係 因為他不希望南海行為準則通過 因為今年很有可能就會通過 是